百万名车的引擎室盖板里面竟然有不明物品 仔细瞧就在水箱盖上方 是一支支掳过的鸡脚 不但排列整齐 而且鸡脚完整似乎还没有吃过 有网友把这个照片PO上网 表示自己的车子在路边抛锚 结果拖回保养厂后检查发现 引擎室盖板里头竟然有一堆的鸡脚 不但网友纷纷留言喊扯 连有多年经验的修车厂师傅也觉得实在太夸张 这应该是恶作剧之类的吧 恶作剧不可能会这样做 整只鸡的鸡架子都有的 甚至猪脚 但是都是被吃的算是比较干净的一个状况 汽车大人表示 这可能是老鼠在引擎内的空间当中藏食物 特别是长期停在路边没有发动的车子 就可能碰到这种事情 有时候还会有小猫咪因为天气太冷 躲进去取暖 因此要发动前得特别留意 如果你很久没有开车 在发动引擎之前 可以像这样子先拍拍引擎盖 接着打开检查看看 拍拍引擎盖发出噪音 让躲在里头的小动物离开 并且打开引擎盖 检查引擎室里的线路皮带等等 是否完整 小动物咬的这个电线是属于这种 刹车系统或是电子油门的这个系统的话 很可能发生这个ABS系统失灵 甚至或者是说这个油门电子油门爆冲的一个状况 达人提醒 只要太久没有发动车子 在开车之前最好先检查引擎 避免不速之客 造成意外事故 记者张士奎 江洪台湾报道